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今屆的美國總統大選 簡直可以用亂象貧生來形容 而且真正的鬥爭 也很有可能是在大選結束後才正式開始 在過去幾個小時 白宮新聞秘書海利在Twitter上提及到 說在賓州發現到有大批選票遭到棄置在垃圾堆裏面 經過翻查後發現到 原來這批選票 是來自海外服役的軍人 通過郵寄投票的方式投下了他們神聖的一票 很可惜他們的選票 完全反映不到他們的意願 因為被人到處砍 至於這批海外服役的軍人 他們投票的取向是怎樣 原來絕大部分的選票 都是投給特朗普的 這個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特朗普本身就是一個非常之愛國的人 他也是相當尊重軍人的權益 他曾經說過 說美國的軍人 是不應該在一些連名都說不出的地方 白白犧牲的 所以有大量的美國軍人 他們尊重和支持特朗普 這個是非常之正路的 但是可惜的就是 他們的選票 就被人丟進垃圾堆 根本上 就沒有辦法得到有效的點算 所以為什麼特朗普的團隊 他們經常強調一件事就是 所有合法的投票 都應該是要得到點算 正正是因為很多投給特朗普的票 都被人丟了 至於另外有美國的媒體 引述了一些閉路電視的畫面 斷政了 有些郵政的工人 竟然在垃圾站那裡 傾倒選票 當然可能有人會質疑 你怎麼知道 這些被人倒的選票 是投給誰 可能絕大部分都是投給拜登的 我就想拒絕這些人 第一 就算這些選票是全部投給拜登的也好 你都不應該是倒進垃圾站那裡的 就算投給誰都應該是要點算的 因為這些是合法的投票 第二點 而且在那些鄉郊地區 究竟他是傾向共和黨 還是傾向民主黨 其實就有跡可尋 現在網上就有一種說法 就是這一堆被傾倒去垃圾站的選票 就是來自一些傳統深紅的鄉鎮 即是投給特朗普的居多 投給特朗普的就全部投給了垃圾站 垃圾桶 這些完全就是不公道 所以 特朗普的陣營 他們決定要訴諸法院 去解決相關的選舉爭議 這個是無可口非的 亦都不是說他們輸打贏要 而是當面對著這麼多這些不公平的情況的時候 如果他們仍然是無動於衷 他們才是對不起選民 所以其實現在他們要訴諸法院 都是據理力爭的 大家都看不過眼 這些情況是不是 無論投給誰的都應該是要點算的 不是應該倒了 為什麼會出現這些那麼奇怪的情況 完全是違反民主的 一個人的意願 凌駕所有這些投票人士的意願 至於在阿里桑拿州那裡 更加奇怪 在一個傳統的共和黨票倉那裡 有選舉人員 就向選民派發一支 奇異的墨水筆 叫做沙皮筆 去填寫選票 這支墨水筆有什麼特色呢 就是當那些選民在劃寫選票的時候 那些墨水就是會過底的 那過底就有什麼問題呢 那些選舉人員就會說 這張選票就是廢票來的 你就是玩這些把戲 就導致有部分 共和黨票倉的票站 就出現了大量的廢票 現在就搞到有一群憤怒的選民 就持槍地包圍著部分 阿里桑拿州的點票中心來示威 那實際這些選舉人員 根本上就是有問題 你就是玩這些把戲 利用一些不正當的手段 使得特朗普有部分的選票 得不到有效的點算 但是其實這群選民 他們的投票意向是非常清晰的 就是劃選了在特朗普那裡 只不過就是你派那支筆 使得墨水過底 而導致 你說他是廢票 其實根本上就不是廢票 就是玩這些把戲 完全就是利用一些不正當的手段 來凌駕真正的民意 都不要說支持哪一個候選人 只是捍衛一個真正公平和公義的選舉制度 都應該對於這樣的情況 是抱打不平 是要發聲 是不是 但是偏偏有部分 本地的拜登支持者 或者是一些見風洗陀的人士 在拜登 現在好像有領先優勢的情況下 就非常輕高采烈 走出來很風騷地說話 又說特朗普的支持者輸打贏要 又或者特朗普的支持者就是盲撐特朗普 現在不是盲撐的問題 而是當有那麼多事實擺在眼前的時候 難道就這樣就算了嗎 就算特朗普的陣營他們都懂得 去掃諸法律程序 找法院來解決這個爭議 為什麼會認為凡親支持特朗普的人就是盲撐呢 搞個標籤扣頂的帽子給別人是完全不對的 而且這群左膠或者是那些見風洗陀的人 一味就走出來 為著各種疑似選舉舞弊的行為 就澄清了 我想問你澄清什麼呢 待會又說其實不是 因為在密歇根州 一炮過灌了十三萬選票給拜登的 只有萬三票而已 就算萬三票也是有問題 為什麼整個萬三票全部都是灌給拜登 而其他所有候選人包括特朗普是一票都沒有 你這是什麼票站來的 其實是說不通的 無論在常理上哪裏都說 統計學上哪裏都說不通 哪有一個票站萬三票全被投給一個候選人的 全美國都不會找到一個這樣的票站 偏偏他的調整就是這樣 也不要說十三萬還是萬三票 是不合當不合理 就算是千三票我也會質疑 有什麼票站 你一個人都沒有投給特朗普 是不是 而且這群人那麼喜歡來做澄清和fact check 現在被人拍到有很多郵寄選票 丟在馬路邊 丟在垃圾桶 丟在荒地那裏 這些你不去做澄清不去做fact check 是真是假的 完全是被人拍照出來 有閉路電視片段 而且在選舉之前 同一群人究竟有沒有遺著 拜登家族涉貪的那些醜聞來做fact check 有沒有說過半句話 是不是 這些完全又不提 老實說 就算一個香港人真的要支持拜登 你就老老實實撐 光明正大地撐 不需要這樣鬼鬼祟祟 是不是 在選舉之前 這群人又不敢出聲 啥都不啥 為什麼 因為有廣大的香港人 他們那個傾向 即是說黃絲那邊 不是藍絲 就是支持特朗普多一點 這個支持 無論是在理性上 還是感性上 都有成份在裡面 所以這群人不敢出聲 選前 好了現在選後 似乎那個局勢開始明朗化了 拜登就 有兩百六十幾張的選舉人票 領先的情況下 這群人就走出來 說話了 一早就說了 現在才說 被人感覺就好像皇帝不急 太監急 你急什麼 拜登陣營都未曾出來澄清 你澄清什麼 fact check 什麼 我就覺得是 很不喜歡這些人 而且來說 有一群的評論員 政客和學者 就經常吹噓那個所謂兩黨共識 就說對華強硬是兩黨共識 就算哪一個上台都好 這個兩黨共識都會不變 但是同一時間他們又告解香港人 就說叫香港人千萬不要過度支持特朗普 又叫人不要盲撐特朗普 否則就會使得國際線尷尬諸如此類 他們就說這些說話 我認為 這些東西是多餘的 為什麼 因為 如果他們口中的兩黨共識是真正存在的話 香港市民的意願根本上就不會凌駕得到這個共識 而就算拜登的個人情感也沒有辦法凌駕得到這個兩黨共識 你們堅持一件事就說兩黨共識是存在的 無論如何都會繼續存在下去 就算香港人有部分他們表態支持特朗普又如何 為什麼不可以表達這種情緒 這種情感或者這種取態呢 為什麼要三瞻其口 為什麼要叫人收爹呢 我真的不理解 另外有些人就說 在今年年中這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在參眾兩院傳票通過 就反映得到兩黨共識是存在的 那實際我的研判又是怎樣呢 我就說 這個香港人權法的傳票通過不代表什麼 第一 有可能這班民主黨的參議員和眾議員 他們都是礙於選民的壓力 他們為了爭取選票才可以通過 第二件事就是 根本上 通過這個所謂香港人權法 就是跟美國政界所提倡的 人權自由民主法治這些核心價值 並行不撥的 所以他們就算通過也沒什麼所謂的 而且第三件事最重要的就是 究竟這個香港人權法 是怎樣來執行當中的細節 就好視乎行政當局的決定 究竟是怎樣的 現在由特朗普政府執政 大家就會看到 當第一次的香港人權法 那個的報告出台的時候 同時也都是頒布了一份的制裁名單 但是如果由拜登上台之後 究竟 他的行政部門又會怎樣來執行 這個香港人權法 這個才是重點 重點就不是再擺在 在往事怎樣傳票通過這條法案 根本上就是寫本續末 接下來我們又看看 究竟特朗普和拜登 他們對於香港議題的立場 分別是怎樣的 起碼來說 特朗普 曾經多次在Twitter上 就香港的議題發聲 而且他本人也聲稱 說是叫停了老解在深圳 來到香港 這是他自己在Twitter上 比較提及的東西 就是說在去年8月份的時候 曾經有一堆的老解 已經是去到深圳運動場那處 當時大陸有些微博還在說 老解從深圳來到香港 是多少分鐘多少分鐘而已 特朗普就說 他幫香港就化解了這一場的危機 好了 拜登又怎樣呢 他似乎從來沒有就香港的反送中運動 發過半句聲 所以這個所謂的兩黨共識 究竟是否存在呢 引用英文的一句說話 就叫做Time will tell 時間就是會說明一切的 有些事情就是要用行動來證明的 就不是說了就當做了 說了就當做了 這些是很容易的事情 另外再說一下 究竟台灣方面的情況是怎樣 其實不少的評論都認為 如果拜登是 當選總統的話 台灣方面的情況也是不樂觀的 特朗普政府就試圖 協助台灣 重返國際舞台 比如說 第一就是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曾經公開聲稱 說支持 推動台灣 重返聯合國 第二 就是特朗普政府也是支持台灣 重返 世衛大會 雖然到最後就公敗垂城 因為不夠票 第三 美國方面就通過了 台北法案 也是很積極地 捍衛台灣目前僅餘的邦交國 第四 就是 推動了美國高級官員 訪問台灣 第五 就是在台海和南海 一帶多次進行軍事演習 第六 就是美國加強了對台灣的軍售 這一連串的東西 其實就是特朗普政府 目前的對台政策 好了 如果真的是中途變卦 若然是由拜登勝出今屆的大選的時候 很有可能他就會重返到 克林頓或者奧巴馬時期那種外交政策 那就是怎樣 有可能就是會 叫台灣為你和大陸 就是尋求對話 就通過對話來解決分歧 諸如此類 他的對台政策 肯定就沒有特朗普的對台政策 那麼進取 這個大家都有眼見 而且他的上一任候選人 希拉莉還曾經有賣台傾向 他就說 可以對於台灣問題 隻眼開隻眼閉 來換取大陸免除美債 現在拜登 經常說兩黨共識如何如何 實際來說 就要看他採取什麼行動才知道 就不是在網上口吵吵吵 就是有個共識出來 好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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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